七夕情人节即将来临了 我们要带你前进 很浪漫的看电影地点 有业者把国外屋顶电影院的概念 带进了台湾 打造新时代屋顶电影院 把放映器材通通搬上屋顶 让大家带着耳机 坐躺椅 在高空屋顶看电影 还有101相伴 剩下台北新一区屋顶上 黄昏暑气渐渐散去 夕阳伴着晚霞滑入地平线 入场人群里有着喜悦与新奇 天气很好很舒服 很适合办户外电影院 会比较大家融入的感觉吧 然后你比较可以放松 因为这个户外的感觉 比较不拘静 我觉得这个体验蛮好的 因为这是第一次 就是在这个露天的环境 然后就觉得 这个体验应该蛮特别的 然后可能等一下晚上 还有搭配高楼的夜景 所以我觉得蛮新鲜 我们估计在票房上的部分的话 每一场应该都可以坐到 200到250个人 让城市屋顶上 长出浪漫气氛 这屋顶电影院是由 Jill与设计师好友共同创办 他长年在英国工作 2016年决定回台创业 从上班族转座放映团队 屋顶电影院的部分 其实因为当时是 我们在国外的时候 有看到蛮多这样子的活动 那其实它在国外 算是行之有年的活动 再找第一个场地的部分 因为其实过去 在台湾可能是建筑结构的关系 所以其实屋顶被利用的 频率并不高 那大家可能过去的印象 都是一些管线 或者一些水塔天线等等 那其实我们在场地的 算是搜寻上花了蛮久一段时间 屋顶起选择在不同屋顶播放电影 放映团队走遍台湾屋顶与偏乡 看过101的美 也曾首次在 赤坎楼鼓鸡旁播电影 甚至还曾把整套设备搬到蓝宇 考验团队的体力 以前我们有几个场地 确实是没有电梯 因为不是每个电梯 都有到顶楼的 可能就是它只有到10楼 可是其实我们的活动在11楼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力 都要把你看到现在现场一张张椅子 然后或者是荧幕的部分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要搬上 夜幕城市的霓虹成为电影荧幕的延伸 有别于传统户外电影院 文青泡面摊 饮料袋 木植堂椅让观影感受更丰富 就选择让影迷们戴上耳机 在天际线电影院中打造专属于自己的观影感受 影响的部分其实是独立的 所以每个人都有一支无线耳机的部分 所以在现场的观影来讲 它其实是没有声音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一个享受 所以这跟过去的观影模式上 其实还蛮不一样的 现在有夏夜晚风 在城市的屋顶还有101相伴 我们戴上耳机要看电影了 以上是记者沈方敏张世哲在台北的报道